區區深化這樣的地區 因為這個其實不是一個 簡單的災變促平或危機促平 剛剛幾位老師提到 其實整個國家風險治理問題 風險治理體系 剛剛特別 我想蕭生老師特別提到 一個我們一直強調的資訊公開 第二個就是在審議的時候 必須要有不同的專家團體 進去審議 第三個要有利害關係 我想習慧小說公眾參與 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事情 那我們台灣過去在 無論在視點安全事件 或是在各種所謂的地面傳染事件 或是各個相關的風災災變 其實很大的一個問題是 大家對政府的治理失去信心 那現在我們如果還有一點時間的話 我們大家可以實際上去深思 為什麼這個社會對政府的治理失去信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全台灣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有不行的 那所以我覺得要有一個痛定失控的 一個角度來示範 那台灣還是有進步 我剛剛舉宜蘭大學這個兩台路客遊覽車 後來風險資訊統整以後 一開始如果有相關的這個土石流警報 或是有相關的這個暴雨的警報 這個資訊已經統整了 表示台灣有進步 那我們從國外很多例子來看 很多國外譬如說英國在狂流症的時候 民眾對政府的治理也完全失去了信心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2025的時候 歐盟對世界的國做民調 英國已經上來了 已經到了中間了 已經到了百分之五六十 那我一直長很類似是說 我們台灣 而且我沒有起訴這個歐盟這些國家 我們台灣好像是希臘、意大利這些 葡萄牙這些多個國家 我們民眾 我們在看民眾對於政府的治理 仍然沒有信心 那沒有信心其實我們剛剛講就是 整個風險治理已經出現了問題 剛剛從學王教授一開始提了 風險評估到我們剛剛談的 風險的溝通、公眾的參與、風險的管理 就是風險評估、風險溝通、風險管理 這三個涵蓋在現代的風險治理這樣的概念裡面 比較直接的真的就是 無論在這三個層面裡面 最重要就是諮詢要公開 要讓不同的專家審議團員進去決策起事 然後要公眾參與 我想我們台灣這三個部分都做得非常不好 各位看看風險資訊 就是黑箱作業 其他專家審議團體排除 或是說做作花瓶 我想各位其他朋友都知道 公眾參與 現在很多總部也在看公眾參與新事狀況 所以台灣沒有徹底根本改革 改變這樣的一個信任的問題 從這樣的一個思考 延伸到這樣的一個比較深厚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很多事情非常難推動 尤其我們一直在講說 我們現在面臨這麼巨大的全球的 經濟、貿易、還有社會的挑戰 如果沒有一個很紮實的一個 這個三個方面 資訊公開、風險溝通、風險評估的方式 風險溝通的方式、公眾參與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我們知道很難達成 我們看到就是 剛剛我們幾位老師講的 台灣的系統性風險是還很脆弱的 但是還是有機會把這些脆弱的東西 慢慢兼顧其 所以我想這個是 也是拜託各位記者朋友 我們台大風險社會 你正在研究中心 以台灣風險的一些 我們希望我們未來能夠跟各位 在做教育 尤其可以翻一翻媒體 將我們的觀念再重新出去 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剛剛記者朋友還有